最近一档有关单身男性的独居生活综艺,我家那小子开播了,这次大张伟和李维嘉带着几位明星妈妈一起来到演播厅,用观看视频的方法让妈妈看到在生活当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而四位男明星的嘉一曝光可以看到,前锋的家是最小也是最凌乱的,房子估计也就几十个平方米,客厅非常小,除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张沙发,其他地方几乎都摆满了各种鞋子,房间里的衣服更是扔得到处式,看起来几道都没地方落脚,无意的家相对还是挺大挺干净的,简约而宽敞,一个人单身却住那么宽敞的房子,可以看出来5G是超有钱的。 不过别看家中这么干净,其实应该是有请阿姨专门来打理卫生的,因为5G是一个生活能力比较弱的人,连最基本的煮饺子都不会,而且吃饭还要在床上完成。 朱宇晨是最爱讲究的一位男星,家里所有地方几乎被他清理得干干净净,在北京这么贵的地方,有这么宽敞的房子,起码也是有点富裕。 虽然今年已经39岁了,但妈妈还是放心不下儿子,所以妈妈也是专门从上海来到北京,来照顾朱宇晨的饮食喜剧。 朱宇晨也是继承了妈妈的洁癖,一个股都要清洗好几遍。 据他妈妈说,他外出拍戏就连住酒店的马桶,都要用开水烫一遍消毒之后才改用,真是一个精致的男孩。 而陈学东因为从小就在大姨家长大,所以至今还是租的房子住,租的房子还是以前拍小时代时的那间房子。 陈学东给自己的爷爷买的,还有外婆都买了房子,却没有给自己买一套。 看来他也是非常孝顺,特别是听了大姨讲到陈学东幼时,寄人篱下的心酸成长时,十分的让粉丝心疼。 这样孝顺的陈学东值得你粉腾。